因为我想的是夏天快到了 我想就是锻炼一下身体 我就想报一个普拉提 但是因为我的动作不是很娴熟 我就说我报一个私教课吧 3月7号 小居在杭州萧山区这家DK普拉提行体中心 买了20节普拉提私教课程 上了4节课换了3个老师 因为我觉得私教的意义是在于 一个老师针对我个人制定一个有计划 针对性的一个训练 而不是这样频繁的换老师课 更我跟他们老师跟老师之间完全没有沟通 就比如第一节课 那个老师问了我你想练什么 然后我跟他重复了一遍 第二节课的时候 他又问我你想练什么 那就证明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过沟通 小居说频繁更换老师 他得不到一个系统的训练 合同上也写了 他报的类型属于私教一对一课程 于是他提出扣除四节课程的费用后 退还剩余费用 结果DK普拉提行体中心方面认为 他违约在先 要扣除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 我觉得是他们的违约 我也没有说要他们赔给我违约金怎么样 但是他们就是 也不看合同上的前提条件 是因为会员自身本身问题 就说只要我要退费 就要扣百分之三十 合同第四条写着 会员因为自身原因 无法继续履行本协议 要求解除协议并退款的 应向会所支付 实际经过的会员期间 所对应的费用 和本合同总金额的 百分之三十违约金 小据说 按照这样算起来 要扣掉三千多块钱 他不认可 找到DK普拉提行体中心 负责人不在 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位 孙经理的电话 这不是更换 因为我们这的流程来说的话 我们是团队服务 首节是总监的 总监课程 就是我们评估老师给他上课 然后下面是主教练给他上课 主教练上完以后的话 他有一次是周六休息 我直接安排了我们的导师 给他上课 看你们合同上 不是写的一对一吗 这个一对一是可以换老师的 这种一对一 还是说有专门的老师 就长期会针对他 本身这个课程来说的话 就是跟店家 跟我们店内签的合同的话 就是一对一的训练 一对一训练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来 给他安排老师 他说他想固定老师 我说也可以 孙经理表示 如果小居还是不放心 他可以在之后的课程中 给他安排专门的老师 负责教学 但小居不信任对方了 还是想要退费 因为这个协议来说的话 是由我们法务这边做的 不是我们个人去决定的 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说如果会员有退费的 这个的话 他一定是按协议上走的 孙经理表示 他们认为 小居违约暂先 按照法务之前的说法 必须得扣除30%的违约金 但他可以再去跟上级汇报 看双方是否能在 违约金的扣除上面 协商一下 小居表示 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 市场监管部门 目前他打算先等对方协调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